今天的课就有开始了 很高兴和大家再次见面 我们还是接着讲脾胃病 上一次讲到了扶胀的问题 我先把这个话中话还是关了 有反光 有寒杖热杖 寒的用李中汤 热的用热杖分销汤 充满热杖分销汤 还有诗杖我们的江连影 其实我们从理论上讲 咱们在临床上分寒分热 分须分食 但是有一些账 是很复杂的 或者是你根本分不清楚 它的特征不太明显 就说是肚子胀 有的就是时间特别长了 几十年的扶胀都有 那这种情况啊 我们不妨试试下一个方子 哪一行呢 往往属于寒热挫杂型的扶胀 寒热挫杂型的扶胀啊 我真没给大家说一下 财湖贵之干姜汤 这个也是治辅账的一个好方子 那从治肚子账上啊 这个方子指的这种啊 复杂性的扶账 有两种情况 你看前面我们都很好变啊 你这扶账啊 咱们是因为寒的是晚上中啊 越拉肚子越厉害 对不对 热挖你一看有十台黄厉的这种账啊 施账有那个十台白厉的啊 肚子账打个打不出来那种 这辩证好辩 对不好辩证的负账 我们怎么办 咱们这个 现在主要是说的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要说的财湖贵之干姜汤 那他有我使用这个方子啊 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辅账夜晚为重 哎那你说这我知道了 这不是上一次学的咱们是太阴虚寒的账是这个特点吗 哎对了 如果说辅账晚上中的往往是脾寒了 但是呢 同时这样啊 这些患者又半有什么呢 口苦又邪不适 大便堂 便堂跟辅账 夜晚为重 这时太阴虚寒 可是口苦和又邪不适 这是什么呢 是胆热的表现 也就这种负账 就比较复杂一些了 啊 寒和热都有 那哪里寒哪里热呢 哎 皮有寒胆有热 哎 我们把这个叫做胆热脾寒 咱们就是啊 等一会的财户贵这干姜汤 你对上这个政策啊 就像我们搞程序一样 那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情况 啊 也可以使用这个方式呢 啊 就长期的辅账 久久不除 或者是长功能紊乱 那长功能紊乱 啊 今儿是大便西 明天就干了 大便不挑 紊乱了吗 就是长道是犯神经病了 你看我们咱们有一些啊 诊断就是长胃的神经官能症啊 神经病 那或者是大便堂蟹 久久不熟的这种啊 这一行的肚子账啊 就是实际上时间长了 啊 这个常功能紊乱了 这个方式财户财户贵之干姜汤 啊 柴湖贵枝干江汤 这是上寒论的一个方子 一共七位要五 柴湖贵枝干江黄芹 牡蛎 天花粉就是刮露根 枝干草 后边这三位厚婆木香杀人 是我家上的致富仗用的 啊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方子 我先给大家举例子 我再解释这个方 你看看我用这个致的这个顽固性的福仗 有多长时间 这个是17年11月16号 一个病人 广东的一个病人 专门跑到北京来看福仗 一问什么情况呢 二十多年的肚子长 只不过是最近半个月加重了 受不了了 平常就经常福仗 一劳累了就加重 这一次是怎么加重的呢 是半夜前没有忌口 是海鲜了这些啊 福仗又发作了 这一次发作是厉害 你看这是啊 当时写着福仗难忍 出现什么情况呢 晕厥冷汗淋漓 手脚梁出冷汗能仗到这么程度 我们说疼痛厉害了 会出现这种情况 没想到杖厉害了 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那这种情况 这是杨虚的表现 但是呢 他这一会儿过去了 自己 好了 也没在意 没有上医院就诊 但是后来是经常犯了 同时搬有烟筒口罩 可遇淫水 这个石头上还有一块溃疡 夏天手足又凉又麻 他的话 小便泡沫多 石红 开黄 你看这寒热都有这种情况 又加上他福仗断断续续的二十多年 所以这种情况下 往往是寒热挫杂的比较多 这种情况就是寒热挫杂的福仗是 为多见 你想想看啊 为什么这个病这么长时间不好呢 往往就是他有矛盾 就是他既有寒又有热 或者是既有虚又有实 不一顺 这种病往往不容易好 那反过来推测 我们怎么推测呢 就是对长期不遇的病 咱考虑是不是寒热挫杂 虚实互捡 所以又加上这个病人 确实表现的既有寒又有热 所以说我当时就决定给他用寒热挫杂来治理 那这是一个被病急的分析 那当然了寒热挫杂引起来的病还很多呀 你还要抓主症啊 这个人的主症很明显 人家就是肚子胀 所以说最后就落实到 你抓主症抓病急就落实到什么呢 是寒热挫杂的肚子胀 那这种情况下 我一般就要选这个财货柜质干酱汤 这是当时给他用的方子 开了两周 这病人当然也可能是因为离得远 那这就来了一下就不来了 那这当然我这也也把他忘了 后来一年以后 你看一年整 18年的11月中旬 又来了还带来一个朋友 他这个朋友也是肚子胀 他说大夫 我去年在你那吃了两周 我二十多年的肚子胀 好了 他从哪开始 从哪一次没有再涨过 干干净净彻彻底底的 他说我这个朋友也是这样 你再给他看看吧 专门带着他朋友来了 那赶紧扒上了方子了 结果我们那不是打印了吗 打印了都给病人了 幸亏当时有一个 我们学生 我们就有白纸自己寄了方子 因为什么呢 打印了那个方子 那个病例写不下 那个软件设计 他就只让你写几行字 写大概十几个字就行了 就满了就不能再写了 所以我们就一般就是这个方子的白纸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病例寄详细了 你看这是当时给他寄的病例 这是学生写的 所以我后来他来了以后 翻出来这个方子以后 我就给他加了这句话了 来国业堂门赶宿 此方服药两周 辅账尽销 你看他是17年 11月16号来看的 到18年11月17号 整整的一年的过来 所以我在临床体会 对顽固性的负账 这个柴湖贵 还是屡见功劳的 你看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个人是什么呢 是胃肠功能紊乱 其实他突出的矛盾是什么呢 是拉肚子 十几年的拉肚子 每天大便就要两到三次 腹上腹中凉气窜动 肚子里边有凉气来着窜 一吃凉的就打嗝 那你说那这就是什么呀 这就是脾胃虚寒呀 对 如果病人仅仅是这样的话 我们当然就是用李中汤了 咱们前面说那个家伙李中汤 但是你看这人还有什么呢 肝掌 指头发黑 还有肝掌 舌淡红 胎波黄 脉咸而硬 一问他什么呢 乙肝病实 怪不得有肝掌 出现这个就肝化的趋势了 你看他的脉又咸又硬 那也就这个人的胃肠功能紊乱 并不是脾胃本身 一家有病了 牵涉到谁了 牵涉到肝胆了 而且肝胆表现的是热 脾胃表现的是汗 所以我给他辩认是肝胆热脾胃海 正好扣上了柴乎贵之肝酱汤这个病气 由于他要拉肚子着急 这个有良心 我会给他喝的痛泻药方 所以你看啊 吃完这个一周以后 主症啊 主症减轻 大便渐渐成型 腹中寒气 公充的这种现象也减轻了 那他的睡眠就很安稳了 又吃了两周以后第三诊 基本上这种症状解除了 你看大便也正常了 这可是一个十几年的胃肠功能紊乱呢 肝胀有明显的这个减轻 所以后边咱们讲谢谢的时候 拉肚子啊 有一行是胃肠功能紊乱 还有财乎贵之肝酱汤这一些 当然那个我们就就就要简单的说了啊 不是不是说不能说那么详细了 所以这是一个啊 这是当时给他用的方子啊 这当时用的方子 那这些足以证明柴股贵之肝酱汤啊 一个是调顽固性的腹脏 一个是调胃肠功能紊乱 我再举一个我老师啊 刘先生他的一个病例 也是顽固性腹脏 这个病人乙肝 也是乙肝 你看平常没有什么症状 咱们都知道这个乙肝啊 尤其那个小三羊啊 好多他任何症状没有 但是这个病人最近就独自上了 午后和夜晚必定发作 发的时候坐卧不安 痛哭万分 这个病人看病的时候啊 看病的时候 就用手指住他的肚子 指住他的肚子说 说啊 说大夫我没有什么可讲的啊 我就是夜晚腹脏 哎呀 气都顶到这个肚子 说吃过 吃过药面 什么叫吃过药面 中药西药 吃了没数了 都没有效果 所以就那就仔细问问吧 你首先在看他腹脏的情况啊 问呢 牵着脾胃的肯定问大便的情况 一问是大便 唐博不成形 每天两三次 但是哎就我老师 你啊什么叫有经验呢 你学过伤寒论的 他就是这样啊 他就问呢 你这个肚子胀 跟这个大便有没有关系 这病人说了 说凡是大便次数多的时候 夜晚腹脏 必然加剧 这个我们上一次讲了 这是张中景找的规律 太阴这位病 浮满而吐 食不下 自立一身 就越拉肚子 这个腹脏越重 这就是脾虚寒 我们要碰到这种情况 你别客气 直接温脾去 先找李中汤这些 那如果这个病人到此为止 肯定刘先生也开这个李中汤 但是病人又说了 我幼邪灼痛 控引肩背 酸楚不堪 这当然是我们给他总结了 专业术语了 他当时说说 我这个右边啊 这个肝躯疼 里面的乙肝 医院就认为 他是乙肝复发了 往后边这个肩背 也牵引疼痛 很不舒服 大家注意啊 如果是太阴虚寒的 腹脏也好 拉肚子也好 碰到幼邪灼痛 控引肩背 酸楚不湿的 一定要开财乎贵致肝脏 这是我老师找了规律 只要用上 百分之百的有效 又加上你看 卖贤而还 士气舌淡论而胎白滑 贤是代表有肝胆的问题 胎白滑是代表脾胃虚寒 所以说 他就开了是 财乎贵致肝脏肝脏的原方 先生最好 他使用的方子往往都是原方的多 不像我们 你看我也是现在犯着毛病 总想加减一下 老家们人家 大多数情况下 就使用原方 还是什么呢 他心里边有底啊 这是中间的一个分析 就刚才我那个分析 你看他的效果 各位啊 此方仅服一级 则夜间腐账减半 三级后腐账全消 下立一纸 效果太好了 所以我就给他录到 我给他写的那个一案里边 刘渡州林郑燕安清泉 太神了 这要 那开这个方子 刘先生啊 特别交代什么呢 大家注意啊 你看出来 他这七味小药里边的比例了没有 干江量要大一些 黄秦量要小一些 往往他开财乎贵致干江汤的时候 黄秦的量是控制在六克以内 很少超过六克的 为什么 他说这个要苦寒 影响脾胃 那本来就是脾寒啊 但是柴湖的量 他用量大 你看他用老先生 最好看 他有时候柴湖开十六 还有开十四克 他都这样开 这就是他的这个原方的比例 干江用了十二克 当然这是温脾寒的 黄秦跟柴湖配 这是小柴湯啊 是轻胆热的 但是黄秦量在治拉肚子和肚子胀的时候 黄秦的量要六克以下 这个比例大家要掌握住啊 所以这说明什么呢 取消 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个伤寒论的原量不能改了 可以 根据具体的秉情来探讨他们的比例 所以我给大家说啊 这个顽固性的辅障方 辅障方 我给大家列一个这个啊 仅供各位参考 一般对辅障久久不除 周清夜重 常伴有两邪之满 或者是右邪之满 有大便唐蟹的 或者他有寒热挫杂之相的 就是这个病人除了肚子胀为主意外 又有寒相又有热相的 这个时候我们又拿出来这个柴湖贵制干姜汤家 这供大家参考的各位啊 你可以在临床碰到你试一下看行不行 那这个方子在伤寒论里面就是这样 张中景并没有说 说这个方子制伏杖之拉筒 他没有说 那我们怎么知道的 他有这样一个情况呢 这叫医药测证测出来的 就是我把你的药分析了以后 我就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你不写我也知道 那就像我们买一个玩具 买一个东西 我把你拆了 我可能对你的这个组成原理更清楚了 你看那些小孩啊 煞于猜这种猜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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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玩具的那种孩子 长大有的就聪明啊 尤其是当这个工程师机械师的时候 哪聪明绝领 哎 他的脑子里面就是 就是这些这个 玩具的一种勾造 这个方子也是这 叫猜方的一种学习方法 这个方子起名叫柴湖贵制干姜汤 为什么把这三个药放在这个方子里边 方子名上啊 说明这三个药重要 那其实这个柴湖就代表了小柴湖汤 小柴湖汤的灵魂是柴湖配黄芹的 那也就是说 这个方子基本的药味是四个 柴湖加黄芹 贵制加干姜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四位药物分成两组 你给他规律啊 你明显柴湖跟黄芹这是一类 这他俩是干 他俩就是解决胆热的 小柴湖汤才这样配啊 小柴湖汤是柴芹配啊 树干里气那个四尼三是柴少配 就柴湖跟少药配 这个是柴湖跟黄芹配 是清胆热的 如果柴湖跟少药配是树干的 哎 你看干胆的也分 所以这里边有柴湖加黄芹 那就清洁少阳 胆火呀 那也就是说 这个病人有可能 我们使用柴湖柴湖 有什么症状呢 有口苦十彩黄的情况 口苦是胆热的一种主要的表现 对吧 另外一组是柴枝加干姜 如果干姜跟桂枝相配 这两个药物有没有共性啊 有 你看他一共性 你比较什么呢 温脾寒的呀 脾气虚寒 往往就是干姜 桂枝有温中啊 桂枝不光是截表啊 各位 尤其是跟干姜配 你看小煎中汤不是里边就桂枝汤变的吗 那 桂枝汤变成小煎中汤就去温中去了 那他对的时候对脾虚寒 那脾虚寒的主要症状是什么呢 是下粒服装 所以实际上 这是太阴寒 那是少阳热 人家就是这个病是既有少阳热 又有太阴寒 如果把它归到脏腑上讲 叫胆热脾寒 你就记住这四个字 你找胆热的症状 找脾寒的症状 如果他全会了 这就是柴枯贵着干姜糖 没跑的 又加上里边有个母粒软肩散结 所以为什么我老是使用这个方子 他还要考察一个症状啊 就是右侧这种 鞋类账不账 甚至是往肩后背放射 他要看那种情况 所以说这个胆热脾寒 或者是顽固性的腹杖 久久不除的 咱们就用柴枯贵汁干姜糖 你试一试 所以我把这个方子的使用药灵 再给大家强调一遍 三组症状 第一个是又幼邪不适 或者是邪痛恐背 也就是连后边肩背肩胛骨那都不舒服 那这是什么 这是肝胆的症状 第二是大便唐蟹 一天一次或者好多次 反正是就是一次他也不成型 第三个就是或者是有腹杖久久不除的 或者有口苦的这个 哎 你碰到这些 你就用柴枯贵汁干姜糖 哎 这个他以后真的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 你看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因为我对这个方子方子是情有独钟 而且用起来比较顺手 这个是什么一个医案呢 有肝硬化 哎 这个病人开始 哎呀 我对他挺反感 他也反我啊 后来就成铁杆粉丝了 铁粉 他不光是我的铁粉 整个中医的铁粉 他其实来看病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这一个患者是肝硬化 当然有好几年了 你看都是基本上开始啊 你找人吸医治 后来就是不行就找中医看 都是这样子 肝硬化人家已经给他确诊了 因为这肝硬化这是好确诊啊 对吧 来看中医 来看中医 他是第一次看中医 什么症状呢 我们看他这 拉肚子 就大便不成形 不敢吃凉的 不敢吃硬的 否则这个拉肚子就拉住 他自己的强调好几遍 他说大夫啊 我必须得吃烫嘴的食物 我这个胃啊 才觉得舒服点 温度都不行 哎 那你看这个啊 这个我专门用这个黑笔 给他啊 加粗了 那病人的这种描述是什么呀 这种描述就是什么呢 就是脾虚寒了 那你说这简单 李中汤 无主意汤什么这些 我们就可以用啊 当然了 但是人家病人还有症状 他又说什么呢 口苦心烦急躁 睡眠不好 时红太黄 你看看 一派热的现象啊 那首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病定位在什么呢 绝对的寒热挫杂 但是接下来我们要找什么呀 他热在哪 寒在哪啊 你那么多脏气 对不对 你看我们讲半夜线 也是寒热做的 可是那个是什么呢 那个是胃里边有热 皮里边有寒 那这个是热在哪里 寒在哪里 哎 你一看这个热 是口苦 舌红 胎黄 这种 这是胆热的表现 你口苦 首先要想到胆啊 为什么嘴老苦啊 那是胆汁上饭了 对不对啊 所以他在口苦呢 这就是胆的问题啊 那前面这一串症状 这是痞的问题 痞寒 胆热 所以胆热 痞寒 这就定了 是这种寒热挫杂 这当然我想着 我说啊 来一个大病 我还心思 他又 哎呀 这怎么给他治啊 就是开始 我给他把脉的时候 我都想这个病啊 你肯定 你看他这么多的肝硬化 那不是一般 很好处理的病啊 大病 所以 搞不好 他就覆水了 幸亏这病人 还没有 一道覆水接的 那就是 触水难受 我觉得 这个词也可以用他的 用到他这上面 一语双关的 这个意思 那真是一道肝硬化 腹水就很难弄了 哎 但是我问完情况以后 啊 哎 我觉得 我说这个病人有救 这个怎么写 病人不认可呢 哎 这北京这病人呢 尤其是找中医 你看啊 他看完病以后 他要问这问 那特别是女士 哎呀 为你个底儿掉 要不他心里边 他他那不踏实 啊 北京这种病人 各位啊 百分之八十多 九十都是相信西医 不相信中医 啊 所以我们所处的环境 是相当的恶劣 同志们 他就问他说 大夫 你看 我这肝硬化 人家 医院给我订了 他说我承认 你不承认不行啊 那是铁的事实 人家的客观啊 对不对 又检查什么这些 你形态学改变 你一看就知道是该用啊 他说大夫啊 我第一次看中医 人家说让我吃点中药啊 说您给我说 从中医角度上 你们认为这是什么原因 你看他 他提的也不是不合理 也很合理啊 人家有知情权呢 我说你这个啊 你这个是怎么说呢 就是寒也有热也有啊 我们的专业术语叫寒热挫杂 他说你你我听懂了这个啊 那站在我这问 我哪儿寒哪儿热 你看他还继续给你打锅杀锅 我脑底 我说你这样啊 你是胆热痞寒 我说你还你问的还好呢 问了我跟你说清楚 胆有热痞有寒 我说你啊 是这种寒热挫杂 挤到一块了 他说你说什么大夫 我说你是胆热痞寒 这种寒热挫杂 啊 我刚说完这句话 这病人啪一拍桌子 我吓一跳 大夫啊 你弄错了 你看那里没看准 你看那不对 我说咋的不对啊 你看我给他解释啊 你这不能吃梁子 你这大便长期不成形 越吃梁子越拉 对不对 这就是癖案 知道吧 你还口苦 食红 胎狂 你说睡觉也不好 这是什么 我这这中医来讲是胆热 你这解释 你这解释都解释错了 根本就不是这 我说怎么不是啊 咋的错了 他说我既没胆又没疲 哼 后来一问怎么回事啊 胆 原来是这个胆结石 他说胆结石 涨满了 说那你这切喽吧 胆切了 皮的皮也切了 刚用化 皮肿大 皮功能靠近 那个血向老低 人家医院又把皮给他切了 他说大夫 我这俩零件都没有了啊 既没胆又没皮 哎 你这大夫靠完卖 看完以后 你弄了 你说我胆热脾寒 你说说我吃了药 我往哪去呀 我正好这俩脏气没有 你偏说我这俩脏气有病了 我笑点 我说啊 中医讲的胆和皮 跟西医讲的不一样 那比如说我们说的皮是什么呢 我们说的皮是整个的那个消化系统的功能 不是那个解剖下边的脏气 你想想 他一个患者 你能几分钟把中医给他普及了吗 他想不懂啊 哎呀 反正是其他的不满意 哎呀 嘟嘟囊囊囊说 哎呀 这你瞧那种 我还好像来那么早 挂号看病 哎呀 白跑一趟 就往外走的时候 到外边又厚着的病人 他跟他说来 就先走吧 你们别再看了 这大夫不行 看了不准 他就跟他讲 你都能听见 我这开出门呢 哎呀 我信似这病人 这是没没没拔准这一次啊 这是没让他服气 但是我也不服气啊 你从中医来看 我不管你有没有这个脏气 你没皮了 你就没有皮痕了 那不对啊 没有胆就没有胆热了 那不是这啊 中医是看他的症状的 哎呀 反正是我 我就是没有说服他 啊 就这一点 我说再给我点时间 我能说服他 让他吃吃药看一看 谁知道他一星期以后来了 我就看他跪着他原方奇迹 你看他来了 啊 来了以后 什么情况 吃完这一周药 肠胃温暖 腹泻明显减轻 吃饭也觉得香了 但是还是不敢吃凉的 我说你这个一周 你还不一定 你肯定过不来 我说你这别着急 你是大病啊 啊 我这心思 你不来了 你都那样了啊 把我骂了 你瞧瞧那个啊 说个不好听的话 这狗血 狗血喷头 他说我走到门口 我想想 你这来一趟也不容易 这晚上等半天 你这那个 划划价看看吧 他说我看这药贵不贵 结果一划价啊 当时那时候 七剂不到一百块钱 哎 这还没有挂号费贵呢 我就吃一周 我看看 你们中医到底 是不是骗人的 他是抱着这种态度 就吃了这一周药 后来当然 你这肝硬化 你看他吃 他这个 你先纠正一下 他这个脾胃的情况 后来我再给他看的时候 有些我给他夹着 有时候夹那个 穿山甲 那时候穿山甲 还没有那么 还没那么贵呢 牡蛎别甲 单身这些软肩散 结活血的药 你跟他软化肝脏啊 他这喝了两个多月 自己偷偷的去做皮肇 你看这人就是这样 他就跟考中医似的 看你中医到底行不行 结果到那一句 因为他耗住一个人 跟他做皮肇 他特别格 他觉得哪个人找顺手了 他了解他的病情 所以做皮肇 那个大夫 他也专门找人 这个固定医院 固定带 这时候做的时候 跟他说 你这一段 你这个肝脏 恢复的不错 他后来给我学的 他说大夫夸我 这个恢复的好 我说你跟他说 你吃中药了吗 没有 你看看 我说这为什么 你看看 你这你得跟我宣传 宣传 你该说这 为什么不说中医啊 你说说啊 你看他说 我想着人家是吸的 我怕他烦我 我说你看 你该宣传 如果再跟我宣传 有凑着啊 我说中医他也治病 尤其像你这种病 比较适合中医来调理 后来他就听我的话了啊 你猜他怎么样 他这个人的嘴很厉害 跟他骂人骂的厉害 但是如果是他要给你宣传 也是一一当十 告诉你啊 他每一次来 他再来看病 后来你猜他怎么样 他先不看 他在外边那个后诊区那溜达 溜达瞅瞅瞅 好歉你是不是刚来的病人啊 对对对 行 他说我告诉你们啊 你们有病 尤其是想这种啊 慢性调理这种基础病 有病就找中医的时候 啊 他说啊 中医看病 我告诉你啊 中医看病可神了 神到什么程度啊 你有没有这个零件 他都能治 哎呀 你看他这个宣传力度多大呀 所以说啊 这就是我们中医 其实这个医案 他说明的问题在哪里啊 中医脏腹的概念 并不是解剖下的脏腹 而是指脏腹的功能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 这是中医的思维 就是刚才我说了 你没胆 你胆热照样会存在 你没脾 你脾寒照样也会有啊 哎 如果我们的观念 我们的概念不扭转到这个思维路上去 咱们可能开中医就麻烦了 你老是想着那个解剖的那种概念 那就麻烦了 啊 你看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子 啊 好多咱们就扭不过来 所以开那个药 有好多就是自己就忽悠 我跟大家说啊 看病啊 抓病急抓住症 这两抓一定要抓好 啊 一定要抓好 你想这个财务贵这干家当 我反复的给大家讲 对吧 哎 他就是 你扶障也治 这个这个啊 这个那个 那个那个肠有功能紊乱什么这些啊 为什么呀 哎 他的基本病急就是淡热疲寒 你抓住这个 就抓住了要害了 啊 所以这是我们讲的啊 这一行的寒热挫杂性的 第五行啊 是虚实夹杂性的负责 那虚实夹杂是虚在哪 实在哪 就是在临床上 怎么把握它是虚实都有的负责 哎 哎 往往是什么呢 是虚在皮 实在干 大家看出来规律没有 刚才那个胆热疲寒 肝胆热疲 就一般就是皮是往往是虚症 肝胆实症的多 啊 这种辅障 它不是寒热表现的明显 它是虚实表现的明显 也就是这个辅障有脾虚 那你说皮虚怎么还会胀啊 它虚了它怎么还胀啊 一般胀都理解为是气质啊 哎 皮本身虚了 它自己运转不开了 就像我们人有病了 你动摊不得 你没力气动啊 你就趴那不走了 脾气虚落了 这个气也会停啊 它自己没有力量去运转了 所以也会造成肚子胀 这种辅障 你越用理气药 这个辅障就越重 反正用补的 你看 我有一次治一个什么的 肚子胀 那个真是费老劲了 当然其实还是好多 还是经验不到位 后来就突然醒悟过来了 我说这个啊 这个这个 它脉象很虚 我给它用啊 用了120克黄芯 这个方在这边 集中有这个药 结果啊 他一周回来以后 他说我的肚子胀 一下子就没了 头一天 他说大夫啊 头一天 哎呦 那个屁放了 白提了 他说我这一天 就把我这一年的屁 全放完了 这道病人的话 你看为什么呀 那个就是碰到一个 脾虚负长 气虚 气虚这个气 他自己走不动 你用黄芯给他一补 哎 他今儿上来了 他就运转开了 啊 啊 当然了啊 那我们在临床 当然这是属于这个 纯虚型的 有时候你还不好见呢 你看纯的 他都不好见 往往这个脾虚的时候 他会有什么夹杂里边呢 会有肝气夹杂的里边 为什么 各位想想道理啊 中医讲的什么呢 是干木和皮土的关系 什么关系的木刻土 这个土啊 他必须的干木来刻的 不刻的 他就这个土就运长不开了 就像我们农民兄弟 种庄稼一样 要离离地啊 这个离地就是干木输皮土的一个过程 你看一年翻一次土地 他庄稼长得好啊 他土之松软呢 这个皮韵化也是这 他这个土啊 松软的情况下 梳泻的 那个干梳泻的情况下 哎 他的功能强大 如果你 你每年都不理地 你这庄稼你看他种了 种出来了 为什么 土地板结了 甚至硬的都跟路上 你还怎么长庄稼呀 哎 所以说干木跟皮土的关系 就这么一个关系 那行了啊 所以干气瑜节的时候 你想想看 干气瑜节了 他就不能去疏东皮土了 皮土就雍质啊 就会肚子胀啊 啊 这会有时候放屁啊 还有时候屁想放 放不出来的 哎 你看我们好多人 大部分人都是这吧 一生气 你这肚子就胀 为什么 你生气了情况下 你干气瑜节 不能输泻皮土了 肚子就胀了 啊 哎 所以往往就这种情况了 那反过来说呢 大家想想这道理 即使干气不胜 干气正常 但是你这个皮经常虚 你长期的皮虚 它会又是什么呀 又是干气来撑 我本来没想去欺负你 可是你这人 又太窝囊了 哈 你想 就像这个人很窝囊 扫个地 你都扫不干净 所以一般好皮的人 也会说到两句 哎 这个就是脾气虚 在长期的情况下 会诱发干气来客 哎 这就出现什么了 各位 出现虚实夹杂了 有脾气有干气胜 所以如果他表现 在肚子胀上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这个肚子胀 吃完饭种 旁极两斜 或者早上清 晚上种 大便堂蟹 纳呆 你看啊 这个大便堂蟹 纳呆 这是什么呀 啊 为什么吃完饭就胀满 你吃完饭 以后它脾要韵化呀 这就说明是脾气的 韵化不该 对不对啊 这早上起来怎么清了 哎 你歇了掖了 脾气有所恢复 所以一到晚上种 一到早上清 那怎么旁极两下 这就由干气来成了 你再一摸 可能有时候还咸卖的 所以这种肚胀 啊 你看肚胀 大便堂蟹 这是脾虚 对不对 纳呆包裹啊 肚胀 旁极两下 这是干实 哎 这就是虚实夹杂的肚胀 就形成了 用什么方子啊 各位 材烧香沙六君子汤 那这是我老师 祖的方子啊 香沙六君子汤 我们知道吧 哎 四君子汤 加上陈皮半下 本身六君子汤 就是一个虚实夹杂性的 你看他用四君子来补脾气 用陈皮半下干什么呀 和尾气啊 一行气的 补气的都有 虚实 并质啊 对不对 补屑兼施啊 那加上木香沙人 加强行气的 加上财乎勺药干什么呀 你六君子汤 加上木香沙人 叫香沙六君子汤 那怎么还加财乎勺药呢 刚才我说了 财乎配勺药是树干的 哎 这个脾胃 虚时间长了以后 必定干起来成 所以说有经验的大夫里边 因为他这个脾胃病 如果时间长的话 他自然就会在调脾胃的药里边 给你加点树干的药 这叫有经验 什么叫经验呢 他就知道这肯定有夹杂有干气 不光是脾胃 再加点消三千给你煮运 消化消化 所以这个我们叫什么呢 这个就叫做啊 柴勺香沙六君子汤 大家知道这个啊 用于虚实夹杂的 比如卖虚污吏 他又肚子上 你一摸这个 哎 这怎么又有虚又实 就是这样子 那刚才那个柴火柜 你看我们用药的啊 是黄芹的量小一点 这个方子要注意啊 谁的量要小一点呢 白竹跟甘草的量 这两个药比较庸致 毕竟当然了 你说他补皮的 哎 补皮的毕竟他是肚子胀 他堵上了 所以我们要轻用白竹跟甘草 所以其实这个方子的一个 总的原则就是什么呢 浮土移木啊 啊 就土气虚我给你补起来 木气盛我给你拍下去 哎 你看看两头毒 是吗 所以啊 这也就是叙事加杂 我跟你说 那你说咱是光这样说 我都听糊涂了 啊 你讲那么多脾胃病的方子 我这个现在消化不了 你看咱就是虚实夹杂性的 你看啊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啊 这个病人给他判单位是 甘食脾虚 为什么 你看他胃完胀满 大便不成形 比如个问题 有胆囊炎病食 啊 所以想这种 尽管他的症状不多 但是往往就是 肝痞同病 虚实夹杂 所以这个就是用的柴烧 香茶 牛筋子糖 啊 二针来的时候就 账 不但捡了 大便成型了 啊 又给他加了传练子 加强行肝气的一个例 所以你看胆囊炎病食的病人 病脾胃病了 往往就是肝胆同病这时候 所以肝胆同病的 有含日挫杂的 有虚实互见 这是我们的啊 这是当时我给他开了这个 两次的这个方子啊 两次的方子 最后一行账蛮是 瘀制性的 就是气 湿 痰 食 急 热 就全堵到一块了 啊 堵的这个病人 不要不要的 哪哪都是胀的 胸也胀 肚子也胀 两肋也胀 横格也胀 甚至小肚子也胀 想放屁放不出去 想打嗝打不出来 这种我们叫做瘀制胀 啊 啊 这个名字我起好了 谁也没起好 反正就是六鱼全堵了 堵了哪都不通 死疙瘩了 堵成 这一行的肚子上 我们用什么呀 各位啊 用柴月合计 你看这个咱们啊 好多女士有这个 胸鞋两张全堵了 啊 经常常出去 老这样子 啊 这个气 我能打个嗝 我就是哎呀 收了高香了 啊 能能放个屁 我觉得我这肚子里边就松下一点 可是打不出来 放不出去 啊 这种我们用柴月合计 怎么叫这个名啊 啊 就是小柴湖汤 和上月居丸 小柴湖汤 直取这三位 柴湖黄金半下 那个人参甘草 生姜大草不要了 啊 后边和上的是月居丸 一共无为要务 这个月居丸 啊 无为要务 那当然我们还可以 如果他打嗝很多啊 你也可以和上这个木香 沙人白头后白丹香 这木香顺其眼这个叫啊 所以凡是卫病 堵得一塌糊涂 堵得这样打嗝放屁的 哎 这个柴月合计就比较好 实际上这个是叫六鱼之杖 如果两斜杖腾明显呢 合上我们前面介绍的穿链子伞 别忘了这个方子啊 这个方子是书肝行气指鞋痛 非常好啊 也叫金灵字伞就是穿链子 肚子在胀中了 你也可以指指窍厚婆 也可以用上啊 大便干你就可以把小成绩全拿上了 把大方也拿上了 这个柴月合计我们看也是用小菜壶汤 这三位主要是干什么呢 哎 是疏离肝胆 那加上这个月居丸 你看咱们这个啊 月居丸 这是谁的方子呢 是元代啊 金元四达家之一的朱丹西的 啊 朱丹西的 他的原方本来是这五要个等份 他弄成玩儿了 咱们现在就给他改成这个颗粒剂 啊 一样 当然我们这个量 你可以你可以随整加减的 这是他的 你看朱丹西写的是什么呢 胸阁脾闷顽夫账满 你说这这不是赌言了吗 就是这样 胸阁顽夫 全有了 啊 F吞酸恶心 呕吐饮食不消化 你想他赌言了 他能消化呢吗 所以是这个号称是 气血弹火 失时六欲之症 这个月居丸就好在这 咱们现在好到更年期的 妇女同志们 往往也好到这个 那个月居丸用的几率非常高 啊 我往往就跟他 合上小菜无当 效果更好啊 叫财月合计 这效果更好了 财货黄金的书里啊 他是他是开气急的 出入呢 所以说这个啊 当然这些成分这个药啊 量你可以根据情况 来给他家 你比如说你发现他有淤血什么 我们穿雄雄的量大一点 他说气欲为主 我们的香腹量大一点 使气别是十太腻 你仓主大一点 热相明显 你只字大一点 等等 实际明显 你神区大一点 这个就是看你掌握了 各位 那我给大家说一个财月合计 我老师用的一个一干 这个我也有好多 现在没有整理出来 其实这个一干的一个 马上宴案啊 咱们就是我这事比较多啊 真是要真正要最好是当时整理出来 你过一段时间 你那个 你那个意境就不一样了 你就发现这个病治好了 可是你没有当时脑子里边清楚 所以说这个事物太繁杂了 对这个我们积累临床经验也不利 这个是我给他写的这个医案 那个书里边的一个医案 他的临床医案 这是我给他整理的 这个病人是什么呢 胸腹胀满 是因为这个 你看那女孩跟父亲的关系都好啊 父女情深啊 这父亲特别依赖 突然父亲啊 他说这个不到七十岁就去世了 哎呀 这个一下子就很悲哀啊 就是好长时间过不来这个味儿 慢慢的胸中满闷了 经常太息就长出气 饮食吃肉不消化 还有反酸 肚子胀满 放个屁个减轻一点 你看头目悬晕 神情恍惚 表情默默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余制了 气机转不动了 不转了 就跟生锈了似的这个气机 就堵在那了 六脉结沉 为什么沉呢 哎 鱼只给压着这个脉 沉起不来 所以这些鱼 包括食鱼 你看看他 吃不下去饭吗 全是气鱼 饮的头 啊 气鱼在这里是什么呢 是罪魁祸首 啊 我老师就给他用了 是财月合计 只不过老人家 把这个小菜股汤 全用上了 你看他这就俩方子合 也不加也不减 就是这个方 六脉以后 心胸畅快 为何能使主政弱势 啊 后来他就跟他用家胃逍遥散 疏干离皮 调和情绪而已 啊 就一下子 我先把你这个啊 给你这个 制了一个差不多啊 然后我再给你一个缓的 那个药来巩固 他就这样一个思路 但是如果是 啊 如果是什么呀 这个胸丸痛胀 爱气 喉咽 哽咽不利的话 那就是嗓子里边 老觉得有东西似的 啊 咱们往往一般说 咽咽啊 其实好多就像没何记忆啊 那如果他这个嗓子里边 独有咽干口罩的 咽干口罩的啊 这是说什么呢 气质伤筋了 这时候啊 各位 也就是说 他有阴虚的情况下 各位 有阴虚的情况下 月居玩不可用 用什么呢 启格伞 启格伞各位 这启格伞里边 有杀身来养银的 川北也养银的 哎 这个启格伞一定用川北 不要用折北 贵 贵也得用 啊 里边还有一个什么呢 啊 叫楚头康 实际上就是我们过去 那个村那个康的时候 那个叫什么 骨子啊 粘 剩下来的不是叫康吗 啊 就叫骨子皮 这个东西据说现在治十道癌 你看这个 他的描述是像什么呀 胸腕通胀 哀起 喉咽不利 咽干口罩 那往往这也是 食道癌的初期症状啊 也可以 我治过一个老太太 啊 别说犯了 滴水不浸 为什么 嗓子堵 可是到医院检查人是不堵啊 里边啥也没有 说你这咋回事啊 这水也喝不进去 后来一看 十红少胎 啊 我给他用了这个起鸽散加十壶 他说那喝不下去 我说喝不下去啊 你得想办法让他挂 鼻丝的也得给他挂进去 你喝不下去 我这个我这病没法给你弄啊 后来他有两个儿子 轮番伺候他妈妈就是想办法让他这个把这个药喝进去 他说就是你几次就好像要插胃管就是给他这个 我说你多次少量的喝你一下别喝那么多啊 哎 慢慢的这个病人给救过来了 其实他也不是 这老太太就是就得了就西医跟他说的抑郁症 原来说跟他是不是失道癌啊 一看一看没有 也没有失道癌 没有站位病变 哎 有些功能性的失调 但是他有伤筋的表现 所以我用这方的加了十壶 十壶养胃因的呀 哎 就是对这个胸丸 加上嗓子这都堵得厉害的啊 如果说他有咽干口罩的有伤筋的行为 咱们就换那个体格三指 那你说这个药现在上哪找去啊 这个啊 这个啊 这个找不着 你就用那个什么那个结梗 加上纸窍 两个一生一降给他代替 我说的那个病人 人家真是找到了 他上哪 他上那个那个 他说有个小米的肠 你看人家会找吗 啊 其实好到又治那个 咱就说不好 另外治猪肆料的那些地方有 这些就是说 这是古人研究 你还不知道他怎么想起来用这些药 这就是我们讲的这几大型的复杂 那今天的时间各位啊 又差不多了啊 又该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 好